七九强降雨造成高雄市区多处出现淹水灾情 尤其三名区更是首当其冲 立法委员李坤泽上午是邀级交通部高工局 铁路局以及市府公务局水利局等单位 召开雨季防训汇报 会中三名区多位里长也出席表达意见 认为石泉至红池尚未完工 以及铁路地下化第一起工程是做排水不良 才会导致淹水情形 学历局报告目前石泉至红池进度达到94% 不过立法委员李坤泽却深深叹了一口气 因为工程期整整延宕了一年 至红池要延宕一年才能完工 还有这些路桥拆除之后的整体的完工通车 还有绿色囊带都一直延路 就厂商的施工能量不足 接着现在位于石泉路上的至红池 可以看到怪手机具是连忙在赶工 因为这是719的志在信豪宇治三名区 遭到相当大的威胁 让人质疑说是否是因为跟志红池还没完工呢 因而有相关联 7月19强降雨造成高雄市区多处排水不及 尤其三名区首当其冲 吉林铁路地下化周遭的三名区平等路过去未曾出现 淹水情形 里长不免质疑和铁路地下化第一起虚座有相关联性 地下化之后上面做一个示范囊道之后 好像整个那个排水设施做了不完整 所以这次整个那个示范囊道的大水 都淹到我这个平等路之下来 所以说从来我那个平等路没有淹水 这次是淹的非常非常大的 另外针对今年3月到5月期间 资历大顺次强度潮陆续拆除通车 李昆哲委员肯定购物单位高效率 不过后续的相关排水及绿美化工程却停滞不前 大顺陆桥自立陆桥迅速的拆除通车之后 但是第二阶段相关的排水设施 人行道路灯绿美化等等都还没有完成 那是政府公务局也一再的保证 他们在8月底之前都能够顺利的完成 公务单位承诺陆桥8月底排水工程将会全数完工 不过面对极端型气候已成常态 李昆哲强调中央地方得通力合作 而他也会紧盯铁路地下化二旗发包工程 避免出现空窗旗 确保防洪排水都能正常运作 以保障民众身家财产安全 港屋新闻李嘉隆我是奥军 下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